明德訓練班 又稱為叫做明德管訓班 那麼很多人在這邊 甚至連大尾的來到這 都變成軟腳蝦 到底裡面是做什麼樣的操練呢 東森新聞記者獨家找到了 三十年前 曾經被關在鳳山明德管訓班裡頭的 退役阿兵哥 叫做陳台生 他說這裡頭的玩法真的是很多 像是兵蚁 水牢 或者是象棋 甚至還形容說 這裡面是完全沒有人性的 很多人都在這邊被操出了一身病 就算是退伍三十多年了 這後遺症到現在還都無法根除 有人說一日入戰隊 終身掉眼淚 不過這是玩笑話 但是你知道嗎 進了明德訓練班 讓你欲哭泪 這是真的 很痛苦 非常的痛苦 而且出來的話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子 全身變成有病的太多了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明德管訓班 陳台生說被操的情況 沒有經歷過真的很難想像 大太陽底下開合跳 仰臥起座 伏地挺身 做到不知道是幾百下 因為你已經累到不會數 這是開胃小菜 套餐還在後頭等 搬石頭或是瀑布前進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瀑布前進在那個 那個水泥地上 不是在草皮上喔 你搬石頭 甲邊搬到椅邊 椅邊搬到甲邊來 然後那個石頭就是你要好好的搬 管訓小菜加套餐 晚上還有晚點名 這是大餐級的 第一招是叫你做冰椅 冬天拖光光前你做冰塊 還有蹲水牢 偶爾長官會請你陪他一起下象棋 別以為是坐著下 是叫你當棋子 明德管訓班的沒人心操法 摸去的劣根性 訓練你的服從 再大尾的來到這裡 都成了軟腳蝦 再壞都成了小乖乖 不過這是戒嚴時期 時空背景 已經來到了解嚴民主時代 陳泰說 別再這樣玩 因為國軍是要訓練 能打仗的阿兵哥 而不是不肖軍事官的玩物 東森新聞 吳怡靜 崔賢雅 在高雄報導